中业用的防腐剂会影响 钙的吸收对孩子成长影响非常大 那么除此之外 另外还有遭到毒淀粉侵害的品项 每日一报 现在连涛客最爱的宜兰小吃粉肠也跟着遭殃 宜兰卫生局验出制作粉肠的红心粉当中 也含有顺丁锡二酸 丁基要求业者必须下架封存 提醒您的是 6月1号开始业者必须要贴出检验报告 如果不配合鸡茶的话 将会开罚3到15万 一包包的红心粉及豆花粉紧急被下架封存 卫生局抽烟已来34家淀粉经销商 患然发现39件样本中有6件不合格 而且有毒的红心粉及豆花粉 由小厂商在做成粉肠及豆花 已经卖了20年 全让消费者试下度 跟他合作大概有20多年 问他说这个货有没有问题 他跟我讲没有问题 来抽烟的时候 他才说不然我收回去 那我们做完封存之后 会直接在我们的环保局这边做整个销毁的部分 新商商喊员说不知情 拿出上游厂商一丝移花接木的合格检验证书 但早就为时已晚 而新美食政府也大动作鸡茶星巴克小南门等知名美食 要求所有食用淀粉都要矫张检验报告 但他的那个成品或是原料验出来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会进行食品卫生管理法12条处分 也许是三到十五万